昨天啊 这个我们这边因为有 11月份出来的学生 他呢把这个行李呢 他出国之前 他说他东西很多 然后要寄到意大利 直接寄到我家了 昨天那东西刚到 我就给他送过去了 然后呢 在车上聊天也就说了一下 他们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觉得是有必要讨论一下 就是他问 他说哎 算老师 你看你这个之前 也说了很多这边 你身边都有的学生 包括你去这些地方带学生 带着一批的学生 去什么税号也好 移民局也好 包括是各种事情 包括打预防针 他说你有陆续身边 有学生中招了 他说你怎么没事呢 其实我也觉得很纳闷 他这么突然问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我说我也不知道 这个就是你做好防护 戴个口罩 然后反正就这么过来了 这三年就 这两年还是三年 对 将近三年吧 就都这么过来了 然后现在关于这个 对 前两天还带一个 之前中招的学生 去又重新把税号办了一下 据他跟我讲 他说反正一般就三天吧 三天之后症状消失 然后这个 我其他的一些学生 也是这个情况 有的第一天会发烧 有的是不会发烧 有的是没打针 然后这个中招 有的是打了三针也中招 所以说这个东西特别诡异 特别的玄学属于 就尽量别摘口罩吧 就是生活就是这样 就是已经习惯了吧 在这边留学的一些学生 也在讨论 说什么时候回国呀 然后包括这个回国 就是一些政策 什么时候能取消 是吧 就这些不太友好的政策 我觉得吧 短期之内是不可能 我跟他们说 一切转机是从今年的秋天之后 他们问我为什么 我是这么预估的 当然了 怎么也得从明年开始 就是你这个机票 主要是机票柜 你这机票柜 一个是各种繁琐的那种 政策导致的这种检查 然后包括回国这些东西 有人还说 你看啊 之前有人在私信我就跟我说 就是一直就是海外留学生 对于海外留学生的一些证 一些怨言国内的那些部分韭菜 自己干当韭菜的那些 就是说这个千里偷渡 那我现在跟你可以 前两天看完新闻 你就会明白了吧 这个对于我们这边 你可以说是千里偷渡 对于你们来说 就属于恶意返乡 所以说呢 大家都是一样的 你只不过呢 都是韭菜 不要把自己当成群继德的掌柜的